今天台北股市開低走低大跌 那麼我講坦白 今天大跌的話 可能盤中你就看到非常多的 一個所謂陰謀因素 不管包括阿咪要誰又長三明大 一個所謂金正恩大頭女 因為整個心臟手術的一個所謂失敗 或甚至於因為失敗 老實說金正恩失敗肝股是什麼事 抱歉啦 因為有關於接班的一個所謂問題 那因為他們會怕說 北韓的一個所謂問題會一直延燒 那麼這還是小事 韓中海傳播的川普會針對新移民 採取一個所謂限制的狀況 但說未來不准有任何的移民到美國 而導致於美國期貨也跟著大跌 那基本上我就覺得 現在現階段的一和金融商品市場 我講坦白 可以說是標標準準亂七八糟 你知道嗎 昨天的一和水油價 竟然跌到每桶是負37塊錢的 負負負 不是負負責的 這次負負37塊錢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再跟他強調 現在變化的一個所謂速度非常非常快 我只能很耐心跟大家報告 你要想盡辦法 第一時間擁有一個所謂的主力心態 來再變 在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我也去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 它是個標標準的很多 自己看我頭上的時間 當時在9點20分 就老師啊 你幹的那檔股票是哪檔股票 哪檔股票是345年的聯軍 我再給大家看完整的答案 結果禮拜四的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絕對二十分的一個所謂主力心態多 結果禮拜五台北股市有沒有因為台積電法說會的利多 而跳空開的非常非常的高 那麼請問各位 今天你要成為市場上面贏家 你永遠要去盤算 人家主力作手 到底在想什麼樣的把戲 為什麼人家能夠在禮拜四的時候 就已經把多單全部給佈滿了 因為很簡單 今天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為了佈局 我請問各位啊 就像昨天我跟大家預告 我說大盤收盤小於關家 收盤小於AC 上個禮拜五我也跟大家預告 收盤小於關家 收盤小於AC 還記不記得 連續兩天我都跟大家預告 收盤小於關家 收盤小於AC 可是你這樣看 4月16號當時要收盤之前 也就是1點38分的時候 我的會員 我有沒有很清楚的告訴他們 我說台積電的收盤 是大於關鍵價 大於一個所謂AC 所以說它是個標標準的法說會 絕對不是大家看到 只要看到利空就說是法會 對不對 所以說的主力心態多 外加台積電收盤大於一個所謂AC 上個禮拜有台北股市 有沒有跳得非常非常高 而到上個禮拜有台北股市 跳非常高的時候 當外資開始補空 反手做多221的時候 我們突然看到主力心態 它是有多 等於說這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你所看到 完完整整的 夜水主力心態 主力心態是個標標準的空 結果沒想到主力心態空 今天跌了300點還沒完 昨天4月20號禮拜一 昨天早上是不是開低 先往上做一個水急拉 開低往上做急拉 還記得 昨天開低往上急拉的夜水過程當中 我要有沒有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當時在8點57分的時候 我也告訴我的會員 我說目前美國期望拉起來 可是大盤的夜水主力心態 是個飆飆足的空 結果一口氣又跌了200點 沒問題吧 結果今天早上台北股市 有沒有出現往下的跳水 因為昨天收盤小於關價 收盤小於AC 所以導致今天台北股市 出現往下跳水 可是今天早上跳水的時候 因為我這個人很簡單 我跟一般投稿老師 比較不一樣 一定要在哪 一般投稿老師 他永遠就是刻板的印象 每天告訴你賺錢 不管漲的時候 他一定有波段多單 跌的時候他一定會有波段空單 可是我請問大家 我們是怎麼樣去跟大家分析 這個邏輯跟一個所謂明理 我請問各位 我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有沒有很清楚告訴大家 我說周線 它是個飆飆足的紅燈 主力心態空 收盤小於關價 收盤小於AC 就是上個禮拜 我所跟大家做的報告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也說這一個禮拜 很容易破低 等於跌破上個禮拜五的低點 而且也會穿過上個禮拜五的高點 這個是我在上個禮拜五的節目 老師會好複雜 來這樣表演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跟大家預告 周線紅燈 收盤小於關價 收盤小於AC 我說這一個禮拜會玩兩頭穿 也就是高點會再過高 低點會再破低 可是我不知道他先來哪一邊 我是這樣跟大家做報告 那麼昨天是不是很簡單 昨天一開低 往上做一個吉拉 主力心態 它是個標標準冷空 所以昨天他先採取一個所謂 破角的狀況 那麼今天呢 你們總算遇到那5%的機會 首先要5%的機會 我在節目當中 我在跟你們強調 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因為主力做手95%的時間 他就只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單一方向 來看清楚喔 今天早上9點15分 在那邊上下震盪 上下震盪 上下震盪 到時往上往下 沒有人知道 只有我知道 那時候我告訴我的會員 主力心態是一個標標準的多 而且我們還能夠賣在最高的高點 那如果賣在最高高點 麻煩你來上課喔 我們全方位360 除了給大家魚吃之外 更重要我們線上的課程 所以說老師現在上課很恐怖 不要啦 我們線上課程 現在上課程你也不用戴口罩 你要看一遍 要看兩遍 要看三遍 都沒問題 把這個空間理論給學會 結果我們賣在最高高點之後 他就開始垂直往下擊殺 好 來看清楚喔 昨天主力心態全部綠油油 沒問題吧 沒問題 昨天都綠油油 今天跳水 跳水完之後 主力心態他油空轉多 油空轉多 所以說我以為他會往上穿 所以說這150點 另外150點我看錯 我看錯 因為我以為他會往上穿 那結果你有沒有看到 當主力心態再一次油多轉空 今天真的是很難得 讓你看到那5%的夜水機會 主力心態油多轉空 結果尾盤有沒有收在夜水 最低的夜水低點 這是為什麼 我在看到我強調 自己看 上個禮拜有跟大家預告空 禮拜四跟大家預告多 禮拜五跳空開高 外資買了220億 禮拜五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油多轉空 然後昨天一樣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是個飆飆 準準的空 結果今天往下跳水 跳水又往上走高 可是今天往上走高的時候 主力心態他是油空轉多 代表今天早上主力作手 他真的要去玩高點貨高 可是沒辦法遇到金正恩的事件 導致於低點貨低 導致於他又把他買的貨全部給倒出來 所以這是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又收在 一個所謂最低低點最主要原因 那你說接下來到底該怎麼看 我還是老話一句 你這樣成為市場上面的贏家 你一定要瞭解 人家主力作手操作的SOP 我在節目當中 人家有強調 我說主力作手操作 還是相關在Jack的觀念 包括周線 夜線關家 包括一個多空主義巨蛋 而且我也在跟著強調 我說你今天 你要成為市場上面的贏家 你可以5分鐘前做多 5分鐘之後放空 一個小時之後又做多 然後一個半小時之後又放空 然後請問各位這樣賺到錢嗎 這樣是賺不到錢的 你要相信主力作手95%的夜階時間 就只有單一的方向 再配合收盤大於關價 收盤小於關價 收盤大於A7這些東西 所以說這讓我們每一段的夜階趨勢盤 每一段的夜階趨勢盤 我們都很輕鬆幫大家掌握到 包括從3月23號到3月27號 主力心態再一次有多轉空 我們也幫你掌握到 就3月30號台北股市出現往下跳水 我一樣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他有空轉多 有空轉多 有空轉多 主力心態空 主力心態空 你再怎麼做都做不到 那主力現在再一次有空轉多 我請問各位 3月30號有沒有收盤 一個隨最高高點還沒完 那基本上呢 我給大家一個很良心的一個隨建議 因為就一般投資朋友 我講坦白的 你們現在觀望那是正常 那是正常 現在真的操作難度很高 就像我問大家 昨天345里的聯軍 講聯軍我今天講國際好了 國際來在講 345里聯軍 我昨天賣在最高的高點 我今天是最有資格把它接回來的 可是今天快來到我的買點的時候 我要把它全部取消 那問題為什麼要取消 為什麼 我昨天聯軍我可以賣最高 我今天接回來叫做理所當然 為什麼要取消 因為今天大盤主力心態有多轉空 欸有 我再一遍 我當時3月16號在放空 對不對 3月23號做多國際 還記得 甚至包括4月1號餘人節的那一天 因為4月1號餘人節 我給你報告 我做多郁金方 我做多2327的一個隨國際 為什麼做多 因為很簡單 主力心態 它是個飆飆嘴嘴的一個隨多 配合的周線 它是個飆飆嘴嘴的紅燈 結果從4月1號開始 每天都是多 4月7號禮拜 4月7號禮拜二多 4月8號禮拜三還是多 還告訴大家千萬不要亂放空 4月9號禮拜四往下擊殺 我一樣告訴大家多 然後4月10號禮拜五 4月10號禮拜五 禮拜五什麼時候 上到禮拜五 我一樣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是一個飆飆嘴嘴的一個隨多 結果這樣子6天用1134點 所以說不要怕錯 我錯的時候我也跟你講 因為今天清淡真的兩色 我也沒辦法 第一次第一次我們做多票 會說哇老師怎麼不省啊 看一定會做多 第二次他就錯了 就錯了 不要亂拿啦 老師問我老子扛最高 不好意思 今天就這樣蹲蹲蹲蹲 這樣蹲蹲蹲蹲的時候 你的軟體如果沒有買進訊號 你的軟體一定壞掉 然後等你的軟體從買進訊號 就跟今天一樣嘛 從買訊變成放空訊號的時候 蹦 我靠去你們不用翻好不好 就垂直上下去了 垂直上下去 現在就玩這樣子 所以說這是為什麼 你要去下載軟體最主要的 一個隨的原因 就來到4月14號 4月14號一樣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還是個飆飆嘴的很多 結果我請問各位 我請問各位外資賣4000口 因為這牽扯到大盤喔 今天外資現在2.27% 今天外資在期貨部分買了8000多口 上個禮拜外資期貨賣了4000口 我一樣跟你預告收盤大於關壓 收盤大於AC 我一樣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是個飆飆嘴嘴的一個嘴多 結果我請問各位 上個禮拜三 台子期貨有沒有拉最高來做結算 這樣一個禮拜 有沒有超過1300多點 結果來到禮拜十就不用講 禮拜十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他是個飆飆嘴嘴 台積收盤大於一個嘴的AC 就這樣子就450點 然後之後呢 主力心態再一次油斗採空 而且你看不要臉的 在台積電法說會公佈前 你看那個老師 老師你電腦壞掉 不是電腦壞掉 不是電腦壞掉 他是真實的數據統計 既然有人買這麼多 我只能跟大家強調 很多人說 有錢人為什麼越來越有錢 中國有一句俗語 我管你是認同中國 台灣隨便 中國啦 台灣有一句俗語也一樣 都一樣 觀觀香味 好 我只能這樣跟你報告 觀觀香味 那你要怎麼樣 你不要說 不要臉 為什麼在台積電法說會之前大買 抱歉 他早上就要買了 早上要買了 我有跟你講 禮拜四的那天 我有跟你講 主力心太多 我有跟你講 1.44分的時候 我有跟你講 我有跟你講 我說台積電說盤 大於一個所謂AC 所以包括12點18分的時候 我會很清楚給大家報告 非凡才比你們可憐 你們在早上9點20分 就知道主力心太多 上禮拜四 人家非凡要等到12點18分 他才知道主力心 是個標標準準的一個所謂多 那這樣有沒有差一天 有沒有差很多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再跟我強調 你今天一定要想盡辦法擁有主力心態 這四個字的軟體 如果你的軟體沒有主力心態 我奉勸各位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帶將頭號 而且少了百萬的夜水電視成本 你們是最幸福的一群人 我這樣講 沒錯吧 好 來看清楚 所以說全方會360 搬家半價的夜水優惠活動 你一定要好好的夜水掌握 來看清楚 昨天預告主力心態空 往下跌50點 沒問題吧 昨天8點57分 拉起來的時候 剛好盤中多空轉換技巧 這你會算 我的學員都會算 所以這是為什麼給大家魚吃之外 更重要 我要教大家非常多寶貴的釣魚技巧 這樣往下跌50點 那麼昨天的跟大家預告 收盤小一塊價 收盤小一A7也都沒有問題 好 來看清楚 那今天外資買了8637口 好 我再一遍 再看一遍 我其實我今天早上 我忽略的一樣東西 這個是我要改進的地方 來看我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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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面 有沒有看到非半指數 非半指數 多方法價都在1669 今天早上起床 非半指數收多少 非半指數收盤收1667 他沒有收上多方法價 代表今天早上起床 你所看到的 一個所謂非半指數 他是跌破多方的防守價 這是為什麼今天主力心態 早上多 這麼樣薄弱 最主要原因 好 繼續講下去 如果說接下來這行機 到底該怎麼看 因為剩10分鐘 我來講股票 目前 目前的 今天的收盤 有沒有收到112 沒有 今天收盤也小於AC 那更重要的重點 有沒有看到非半指數的多空防守價 我都把你計算的非常清楚 計算非常非常明白 其實主力心態的葉髓設計 我們裡面 也有放非半指數的葉髓因子 好 我們真的有放非半指數 因為非半指數 跟台灣年動係數最大的 所以像我請問各位 為什麼禮拜五台北股市會跳動大漲 因為很簡單 禮拜四 來我先把樓講 就是主力 禮拜四主力心態多 然後跟你預告 台積列收盤代官家 收盤代官的AC 所以導致於台積列ADR大漲 導致於非半指數大漲 導致於台北股市的跳空開高 所以順序的邏輯是這樣 邏輯是這樣 邏輯這樣滾過去的 滾過去的 那同樣的 昨天非半指數收盤小於AC 收盤小於關鍵價 所以收盤小於多大玩價 所以導致於今天早上主力心態 有多轉空 講完了 好 講股票 講股票 打下快點 國巨今天黑K棒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國巨今天這跟黑K棒 方向有沒有轉變 好再變 基本上國巨我們是如何 而你能找到一個老師 從去年7月一路講到現在 價差是高達1200塊 然後二月份也高達將近205塊 甚至當時在1月16號 跟大家預告 除了27號大漲之外 全部不能買 然後三月份的一個水價差 也高達400塊 好 我先添加400塊 我這400塊 我們是怎麼賺來的 用融資買進賺來的嗎 用兩張計算嗎 用十張計算嗎 所以說如果用十張計算 一張只能賺40塊 如果說要賺40塊的話 你看我節目做就好了 那麼我贏大家的一個水地方 再來一遍 上一個月 上一個月叫做三月份 三月份的一個水國巨 我們大賺400塊 因為我們是先做多 好 再放空 再做多 先做多 再放空 再做多 還記得 406到426 426412到436 436每一趟都有跟你預告 然後381到394 也跟大家做一個水預告 那基本上 現階段 你要怎麼樣成為市場上面贏家 甚至於反敗為勝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像最近有人在說 政府的紓困方案下來了 然後是有一些所謂的限制 等於說你每一個月的月收入 是在多少之下 你才能夠領 那當然有一些人就感覺到 非常非常愤慨 那為什麼我不能領 我有繳稅 像美國 美國是直升機撒錢 只要任何繳稅的人 每一個人都可以領 1000塊 隨便 那我只要請問大家 為什麼你們都很在乎那種小錢 小錢 然後損失是損失這麼大的一坨錢 一坨錢 你說老師我的月薪也才2萬8 我也被排庫排掉了 再一遍 為什麼老是省那點小錢 然後損失這麼一坨錢 就好像我請問大家 你今天你的國具 不管國具長 不管國具水 乾鷹鳥事 3406玉金花 不管長 不管乾鷹鳥事 你根本還在等待解套而已 那我一再跟他有強調 基隆大亂頭 你到底學到什麼樣的東西 我給大家一個良心建議 你要在第一時間 擁有阻力的夜水心態 更需要知道阻力的夜水 多空的夜水防守價 就好像很快回庫 這都講到爛掉了 當時國具303 3027268 27不是做多 是放空 一路追傷 一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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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塊 然後還一個107塊 然後怎麼愛譜 隨便 336玉金光 然後來到3月20號 空單全部回補 回補 因為大盤主席現在有空轉抖 有空轉抖 你看有沒有看到 私家會有私家會有 國安基義 互換 玉金光回補 然後洪捷克回補 然後國具回補 然後什麼 340玉金光回補 然後323做多國具 然後談到327的時候 大盤主席現在有多轉抖 然後就出掉 然後出掉完之後 330又買回來 因為我都會配了 所以說這樣每一段的 你看330多蠢 多蠢 因為大盤主席現在有空轉抖 有空轉抖 結果國具 國具三月份就400塊價差 同樣346玉金光 因為我講快點時間快到了 346玉金光 也跟大家預告主席現在 是個標標準準的 一個主席多 然後價差這樣的做 先這樣加起來是376塊 376塊 然後我贏大家 今天4月1號那天 4月1號那天 我4月1號那天 大盤主席現在多 所以說我再一遍 很多人說老師 我不做期貨 我這句話講到 我覺得很煩 你不做期貨 你更需要懂得 知道大盤的主力心態 再來一遍 如果你知道 4月1號 你去買玉金光 可以大賺61塊錢 10張可以賺61萬 要不要買 老師看圖說故事 錯 是你在看圖說故事 不是我 因為4月1號的那一天 大盤的主力心態 是個標標準的多 所以我告訴你 我買玉金光 我買2327的一個所謂國具 沒錯吧 就玉金光 一個月的價差 也高達420塊 390放空 344放空 327做多 37做多 397做多 408做多 好做多的部分 280塊 放空部分 140塊 總共420塊 沒錯吧 沒錯吧 2492的華新科 也高達121塊 然後國具 國具 來進入國具10月份 進入國具4月份 好 4月份288 287到305 18塊 然後408到475 272到30 272到348 76塊 然後直接在288到348 又60塊 然後359到380 359到380 這是環球金 不算不算 然後331 331.37 331.37 331.37 賺了7塊錢 所以加起來143塊 143塊錢 然後336到36 359 又做多一次 然後國具宣佈GDR的那一天 宣佈GDR的那一天 337 在你的Telegram 還跟你預告 秩序做多國具 所以說兩天買國具 買了兩次 總共賺了45塊 所以一檔國具的價差 總共188塊 好 然後之後跟你預告 國具收盤大於AC 預告完就是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四 跟大家預告台積電 國具收盤大於AC 結果禮拜有天空開高 351出料 好 351開始出囉 開始出囉 好 來來來來 然後339 343 來來來 先把這小隻講完之後 我們來解國具 建設三漲停板 2458 一龍店 一龍店 就免費預告兩隻的 一個水漲停板 然後呢 好 來來來 聯軍 來來來 開始先賣 賣賣賣賣賣賣賣 這是昨天的 昨天的 68.7買 70.5當中出場 68.7買 70.5當中出場 而且而且在事情還沒發生之前 就跟會員預告 70.5當中出場 結果昨天聯軍最高高點 70.6 那你說老師 你這邊遮起來是哪一隻 就是聯軍 一模一樣的圖 自己看 自己自己自己看 68.77上面的圖 一模一樣圖 好 看清楚 今天帶完主力新太空 好 來來 先看我的口徑 今天早上8點58分 昨天的聯軍賣得非常非常漂亮 今天69.1到68.7買回 這今天早上8點58分 先發 先發囉 8點58分 我現在告訴我的會員 聯軍 68.7到69.1買回 然後9點53分的時候 我說 目前大凡主力新太 翻空了 所以說68.7才能賣 才能賣 好 結果在9點54分 差1分 差1分 講國際 國際 國際 就只能多抗抵抗 不能破339 今天不能破39 那今天國際破39 好 一起撿 一起撿 來 先再看下面通 10點36分 來沒檔到 沒有檔到 10點36分 聯軍的買單取消 為什麼聯軍買單取消 為什麼 因為大盤主力新太空 啊怎麼買下去呢 買下去買個10張賠1萬 買個10張賠1萬 20張賠2萬 有沒有這種嗅覺 有沒有這種敏銳 要不要下載的軟體 好 解國際 國際今天收盤小於334 因為如果說你把我的軟體打開 這價位好像寫錯 沒關係 寫錯寫錯 好 反正今天國際收盤小關鍵 收盤小AC 而且收盤小多方法 這樣 這不是好事喔 不是好事 月關鍵壓 你一定要知道 有一些股票 他不知不覺 已經跌破月關鍵壓支撐了 我舉個例子好了 今天台積電 出現往下跳過絕口 沒看到 2408南亞科 我之前放空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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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擠眉露眼 你還不懂意思的 我給大家一個良心的建議 你手中有持股上面的問題 你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打電話進來 為什麼 因為剩下7天 要收一個月線 我問大家 這個月大盤 為什麼我們做多國具 我們還能掌握188塊 為什麼2458義龍電 3450的聯軍 甚至包括3653的建設 我們做都能夠賺錢 因為大盤的月線紅燈 那重點就在於 大盤月線紅燈 而且我們做多月線紅燈的股票 那問題重點 如果說你手中的持股 它是月線綠燈 明天的 這個4月21吧 今天 今天你就看到明天國具的空好價 都在333.5 然後通常都在318.5 我現在慢慢講333.5 還有318.5 我都沒有遮 股票沒有遮 而且連多空房子 要跟大家預告 那月關鍵價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知道 所以說你手中有持股上面的問題 手中有持股的問題 0223923988 0223923988 當然如果說你想要去下載我們的軟體 第一時間擁有主力心態 瞭解主力作手最及時的方向 我們現在少了百萬的電視成本 我們搬家搬家的優惠的活動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好好掌握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不投資風險